中省藝術研究所主辦的 明家大港堂粵劇新傳承系列活動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來自《南方日報》的畢家琪 今天我們的明家大港堂活動 又迎來了一位重磅的嘉賓 他就是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丁凡 丁凡老師是國家一級演員 文化優秀表演獎獲得者 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粵劇代表性傳承人 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 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 廣東省戲劇家協會主席 廣東粵劇院圓圓長 今天我們活動的主題是 《戲如人生的故事》 丁凡粵劇藝術分享會 我今天看到很多丁凡老師的勇等 也來到現場 我們對丁凡老師也很熟悉 我們知道丁老師從事從藝 已經有四十多年了 在這段時間裡,丁凡老師是憑藉著 他對粵劇事業的志愛和不斷的探索創新 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表演藝術風格 為我們索造了一個又一個 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 而且還多次帶領團隊赴美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 以及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演出 每一次都備受觸目 深受我們海內外觀眾的歡迎 接下來大家就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丁凡老師上台 分享他的粵劇人生 有請 丁老師你好 招來的時間就交給丁老師了 丁凡老師你好 大家好 很開心 這裡粵劇博物館跟大家見面 粵劇博物館對我們做粵劇的人應該是有特殊的意義 現在在座的觀眾我覺得來這裡聽 應該是很多都喜歡看粵劇和聽粵劇的人比較多 所以應該很多都看過我的演出也都知道我少少東西 不一定知道很多 所以今天他這個主題叫做 和藝術分享和大家分享 講一下自己的經歷 以及故事 或者有什麼趣事 我覺得 戲如人生 其實要講的話真的很多 而且很多 也不用說 應該人家都知道了 我們演戲和做人都差不多 真的 很多人看電影看到 好像我現實生活上都是這麼差不多 都是悲歡離合 有悲悠有喜 有開心還是有不開心的事 所以為甚麼是戲如人生 我覺得就是 其實那些演戲 都是做了平時的生活 很多東西做出來的 其實你們會覺得很熟悉 或者覺得不熟悉 一看這齣戲 覺得很熟悉 我曾經經歷過 所以俗話有說 就叫做戲如人生 我坐下來說好不好 你們都坐過 我沒有坐過好像不是很公平 可以慢慢嘆 不用急 那 就 講解自己 其實 演戲這麼多年 很多對我 可能有八個新聞 聽到真實都不太知道 其實你們 為甚麼我就是 第一個我不是正式科班出身 所以我是一直讀書 讀到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 就 無端端去了劇團 我又沒有考過劇團 很多人說 我考熱劇團 我真的沒有考過 因為高中畢業 我們那個年代 高中畢業 就要落鄉做私青 那時候我就報名做私青 比較先進比較革命 就是 落鄉 很光榮 因為 你一定去的 因為我們高中畢業 百分之八九十都報名 落鄉做私青 所以我都不執書 我都報名落鄉做私青 報名落鄉做私青 我當時覺得是 比較開心 又比較興奮 哇 終於響應當好笑 上山下鄉了 當時的心靜 是 真是很開心 一群同學一起去 那時候我們說 有幾個讓你選擇的 一個就去 落到農村生產隊 一個就去臨場 一個去水庫 我就報名去了水庫 因為我這群同學 有整群人去那裡 我覺得大家同學在一起 應該會很開心 所以說 想也不用想 去私青 去水庫 那就去了 就等待消息 什麼時候去呢 突然有一天 當時我們叫做 德慶苑 我在那裡叫德慶苑 文化局長 他就通知 還要通知我媽媽 沒有通知我的 他說叫你去劇團 叫我劇團 為什麼呢 不知道 他們找到劇團團長 叫你去他的報道 我當時就覺得 一個很奇怪 第二個 當時心是不想去劇團 不想去劇團 因為那時候不是叫劇團 叫德慶苑文藝宣傳隊 那時候不是做粵劇 是做一些三舉半 快板 又叫做節子戲 當時就由於 我本身 基本上沒看的粵劇 我又不知道粵劇是什麼東西 但是那些宣傳隊 唱歌、跳舞那些有看 我們學校時也有宣傳隊 我覺得 沒什麼意思 全班幾百人畢業 只有一個人去了宣傳隊 我說很堅決 不去 就推了不去 不去了 又過了十天八天 我媽媽就這麼說 遠慰的勞動局長 跟我說 都是叫你去宣傳隊 我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是 你的戶口會去了農村 以後倒進城鎮戶口 是比較困難的 當時我媽媽就覺得 你不喜歡也沒關係 起碼戶口不要去農村 我當時真的抱著思想 免得戶口去了農村 我說死就死,去就去 那時就進入了 德慶院文藝宣傳隊 不是叫瑜伽團 文藝宣傳隊 一一去了 好像上班第一天 有得出台 不用學的 出台做什麼 正好他們做一個截止戲 好像叫做山地交通站 我也記得 就是講抗日 不夠日本兵 你做日本兵 一去到 被日本兵服 走出來 然後站在那裡 就站在那裡 就不用訓練 已經出場了 那時就覺得 或者那時 思想不一樣 一開始叫做日本兵 他心裡是不高興的 不高興 他都反面人物 因為當時 我沒有演戲 但當時的洋版戲 非常非常盛行 因為我住在農村 我爸爸媽媽下方去農村 在農村住的那裡 隔壁的電影院 每天都放了洋版戲 京劇洋版戲 所以那時 京劇洋版戲 好像那些 《七七八八》 那樣的 每天都聽京劇洋版戲 每天都看洋版戲 西亞邦 志祺輝庫山 總之有空進電影院看 都是洋版戲 所以分配我到劇團 叫我做日本兵 挺不開心 那時當然是 叫到新四軍 或者八奴軍 好多人叫我日本兵 不開心 不要緊 就先做 反正 心態好像 雲日子 捱時間 叫到做就做 不做 我又不會去年功 又不會去看別人做 因為當時也不是很規範 都是有唱歌、跳舞、做一些小品 所以 那我就覺得 反正一段時間 就是我又聽了當時的勞動局長說 你到時不喜歡劇團 調去其他單位 起碼的戶口還是在院城 所以就等什麼時候不要我了 那我就去另一個單位 但是當時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就 沒有說去年功 去什麼都沒有 但是當時的宣傳隊 又不存在你練不練功 因為沒有一個很規範的機制 今天要練功要什麼什麼舞 你自己喜歡 有些喜歡跳舞 就練一下跳舞 有些喜歡唱歌 就練一下唱歌 沒有規定你的 反正就不是正式唱完歌 那當時我都喜歡唱歌 不是唱完歌 而是唱歌 我們劇團有些人都唱歌 跟著他們說兩句 都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去到劇團 因為 講我們那個年代 我這樣的年紀 現在在序有些都差不多了 因為那次去哪裏都是有試用期的 我進入了德慶宣傳隊 不是馬上叫你進去的 試用期一年 一年由於我有些不務正業 因為去劇團 又不是做粵劇 又不是前輩要求你做什麼 總之有個好處 不能回家 一落香 就去兩個月到三個月才回來 自己背著鋪蓋 拿行李 裝台要抬氣箱 行田機 睡倉庫都是這樣而已 一去一搬都是三個月才回來 天天去的時候就好像沒有東西做 就帶著籃球去 那時又流行 不是唱歌跳舞 就是穿穿有籃球場 就打一下籃球 很不容易就熬了一年了 熬了一年 想著一年不行 就可以轉行了 原來真是的 一年後我們同時進入宣傳隊 有五個人 有兩個是院成的 有三個是龍宣 龍宣抽上來的 五個人就要一年後轉正 四個都同意轉正 只有我一個不同意我轉正 就是說我不行 我又說你什麼不行 可能覺得 又不見你年功 很勤勵 但是我說 跟我一起來 都不見他年功 又不覺得 我心目中 可能心頭高 又不覺得他比我厲害 多少 為什麼他同意轉正 我不同意轉正 當時我並不是希望一定是轉正 我覺得 那時年輕人 不放棄 為什麼他可以轉正 我不會轉正 我應該是我覺得 比他還好 我當時的心理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 龍宣來的三個 他們是在龍宣的宣傳隊做過的 即我還沒有在做過 他可能覺得 他們做過有一點經驗 所以一討論了轉正 就同意他的轉正 就不同意我的轉正 我當時 我並不是很希望留在劇團 但是我覺得 對我打擊很大 就是覺得我差 他們四個 就變成不是說行不行轉正 是 很不放棄 很不放棄的感覺 當時 有個時候我們叫做 政府團長 有個指導員 那時候有指導員 當時的職位 一致領導是不同意我的 最後有一個 正式是叔父 就是老前輩 老前輩就是做粵劇的 即是文化大家名前 就在廣州 去了德慶劇團 就去了德慶劇團 他不是做文化生 做秀生 做花面 全部領導都說 覺得我不行 不同意的 他就出來說話 他說不是 五個當中 我覺得他的條件最好 這個就是正式廣州 是做粵劇的 就是廣州去德慶 就是文化大明前 就去了德慶劇團 就是以前文化大明前 德慶有如劇團 他就問他是不是 讓他考慮一下 遲一年轉正 我覺得 五個條件 我覺得他最好 就是當時 那個前輩說了一句 這麼說話 就留下劇團 當時我也想 覺得 這麼沒面子 五個是可以我不行 我都不做了 我就當時堅決走 堅決走 後來 都是我們廣州的勞動局 不要走 他說遲些 轉正就遲些 起碼你的戶口 不是落龍村 他說好吧 死就死吧 留吧 那就留下劇團 留下劇團以後 都不能走 憑興趣 這個唱歌好聽就聽一下 這個跳舞就看 比較 比較 蠻蠻蠻蠻蠻 不是很孫一 後期 打到四人幫 就開始 做粵劇 有些少許粵劇 有些少許粵劇 我記得 當時由宣傳隊 又改民工團 打到四人幫 後就改粵劇團 那時候就叫做粵劇團 粵劇團 打到四人幫 後就開始做粵劇 就開始做粵劇 做粵劇 第一個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做節紙戲 《袁丁之歌》 有沒有看過 都沒有 有些好像我 上一年紀都說沒有 應該有 當時那個人 幸好不是 是《袁丁之歌》 全國都做過 節紙戲 《袁丁之歌》 當時就是 全部用回 以前做粵劇的演員 剛剛 男主角 也是廣州人 他病了 臨時就 病了 找誰頂上去 當時 做現代戲 起碼形象身材高 到上下才讓你做 他說 他剛剛的形象 我上了去做 是節紙起來 怎料可能 一名經人 一做就說 這個不錯 當時的文化局的領導 他值得培養 挺好 其實那時候也不懂 真的不懂 第一次做粵劇 雖然 領導 或者 包括團隊的領導 對我 好像有另一種看法 覺得 他也有條件 是可以培養的 但是 質疵都是沒有去做的 沒有去做就 算了 那時候慢慢就可能 變得腦油條 反正人們 去不到其他單位 沒有去做就做 就不會說 想走 又不會很有事業心 就是這樣的狀態 那到後來恢復古裝戲 就開始 我記得劇團 第一個古裝戲 就是做寶蓮燈 寶蓮燈 我只是敲兵而已 但由於第一次做古裝戲 那時候還沒看過 我說 挺有趣的 服裝又這麼漂亮 頭顏色這麼漂亮 我覺得 給我另一種感覺 是沒接觸過的 以前除了看陽版戲 看現代戲 還沒看過古裝戲 正式舞台 就是以前的電影看過 或是以前秀書院 一筆之類的電影看過 但正式舞台上 是第一次看粵劇 古裝戲 就是那時候 在德興粵劇團 就排了寶蓮燈 我看完 我覺得 那些頭顏色 哇 五顏六色 那時候膠片衣服 多漂亮的膠片衣服 還可以做完戲 還在地下撿 撿掉膠片 那時候很流行 覺得 很有一種新鮮感 和吸引你 如果真正吸引到我 都是古裝戲以後 我覺得 古裝戲 是有很多東西看的 有水袖 有雞尾 但是跟原來 做原來戲 是完全不同 給我最深印象 就是 真正吸引我 是做了古裝戲 的色彩 吸引了我 那時候我覺得 有興趣 有興趣 當時劇團的老前輩 就覺得我有興趣 練功 你想演戲 其實那次 我都不是很小 如果是講演戲來講 你想想我18歲 公中畢業 熬了兩三年 才開始 古裝戲 都二十幾歲 都二十一二歲 才開始練功 那年功 那些老前輩就說 行了 因為我們 軟級劇團 一年 起碼有 百分之八九十 都落農村 正式是落農村 是落到村的 不是落到城鎮的 落到村做的 而且以前不是沒有酒店住的 自己大鋪鋪 都是 條件好 就分去農民屋給你住 或者學校給你住 不好就是廟住 由於前輩就說 你不要了 你開舞台了 每一個地方 都找得良 看著他的舞台 在地毯 鋪長直睡 朝早起床 叔父說 喂 練功了 行軟台了 所以最省給 不用住 沒有屋住 就是在舞台睡 基本 那兩三年都是這樣 因為那時年輕人 覺得很好玩 就在舞台睡 這麼大張才可誠 整個舞台都給你 覺得頗開心 那些叔父 他不練功 因為他叔父 喂 行軟台了 落一紙 就點我 他不是教我 他點我 他點我便做 其實那時 我亦都很有事而心去做 因為那時古裝起 宗義之後 那些叔父做戲 我便在雞翼邊看 因為以前 我們德慶 就是 不是叫崇壤美外 所以 這個台詞 怎麼說呢 總之 凡是本地人 沒有主角給你做 說知道條件不錯 主角一定是廣州請去的 所有男女主角 全部都是廣州市去的 沒有一個是本地的 其實本地條件不錯 不行 你本地人不行 一定是請廣州來的 其實有時請他 真的很差 他都是請廣州去 不讓本地人做主角 所以我在 他覺得這幾好條件 他永遠不會讓主角來做 我也是扔兵的 所以這個反差很大 所以很奇怪 他講得不信 我來到劇院就讓主角來做 我遠劇團從來沒有讓主角來做 都叫我扔兵的 因為他是跟他的領導的指導思想有關 都沒有所謂 就算不做主角 那時候由於喜歡了 別人演戲 我一定看的 所以有時 很多人聽故事說 想你的主角病了病了 你就頂上去 真的 我就試過 由於我們的主角 都是從廣州請去的 或者他有時真的病了 有時家裡有時突然回到廣州 有一次就是 落鄉 主角好像是家裡有事病了 他臨時要人頂 布連燈、留言槍 沒有人頂的 你上吧 沒有排過的 就上去做留言槍 他由於他平時看了 起碼台詞 起碼記得八九成 他不像現在有字幕 看他還是沒有字幕的 你真的要記到八九成 你夠膽上 那時候也記到 那做當然不能夠說是好 起碼你應付也下來了 當然應付也下來了 變成了 同行團的人 到領導就刮帽雙看 挺好 臨時頂都不錯 其實是靠你平時積慮看的 如果你平時不看 你哪敢上去 上去 就開始 以為飄飄就行了 誰知道人家回來 一樣是不會讓你演戲 一場都不會讓你演戲 所以做這一項 一定要經得起風浪 那些風浪不是台風那麼大的風浪 小風小浪一定有的 你要經得起 讓你演戲就不讓你演戲 會隨時不讓你演戲 當時劇團這樣 所以因為是 當時我也是這樣說 你不可以 臨時頂就叫我頂 一回來就永遠不讓我 又藏起我 不讓我演戲 真的 就不讓你演戲 沒有什麼 沒有說的 一直都是 不久不久 有哪個病 又會頂一兩次 一兩次 就是不會特地為你 開一套戲 你的主角 讓你演戲 沒有 後來就 不要緊 由於已經有了興趣 你不演戲 就多看別人演戲 那時就很喜歡看電影 除了我們本團演戲 其他什麼劇團來演戲 我都看了 所以我在德慶 屬於是 屈德風 就是德慶屈南風開 就是 港四壞 就是港寧朝興 壞集 那邊就是雲浮新興 那邊就是我們少爺地區 所以 凡是 哪個團來得慶重 我都看 所以 陳德法你認識的 我認識嗎 現在管理道的陳德法 他爸爸演戲 我看的 他是屈南劇團 那時是爸爸來演戲 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演戲 還有 葉佑琪的爸爸 葉丹青 那時叫屈南劇團 就是屈南德慶 那時也有看過他演戲 你都知道了 那所以就 看戲多 可能就 不增加你的興趣 有時 一個人的成功 或者除了自己努力 天分之外 很多 還要靠機遇 我都覺得我的機遇非常好 本身德慶四年 都是 默默無雲 又不會做主角 又不會為你開戲 又不是 連遠級劇團 二十多人的遠級劇團 你都不是主角 剛好廣東粵劇學校 就在1979年 就搞一個粵劇演員進修班 這個進修班是什麼呢 由於我們經歷了粵劇 經歷了文化大一鳴十幾年 就沒有做古裝戲 現在新一代的粵劇演員 就不懂得古裝戲的傳統基礎 所以這個學習班 就是為下邊劇團 除了省市團 就是下邊專院劇團 包括他們 在兆慶、佛山、深圳、珠海 下邊劇團 就培訓 叫做演員進修班 由於當時 我覺得比較好學 我就報名參加 反而 我來劇院也未考過 他進修班考過 由於第一次舉行進修班 就有很多人報名 今學校不能夠收那麼多人 只能夠收四十多人到五十人 我們團團有兩三個報名 還有其他很多人報名 由於多人報名 他就要考考 考什麼呢 就考上之夜 做個新段 看看你的基本功 可能就 因為我在劇團後期 都要去連下功 練下功 應該是很基礎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問題 唱一支東西 其實當時叫我整支唱完 又不是很會唱 當時聽了一支 《珠海丹西物》 《珠海丹西物》 《鄧丹》 是否鄧丹名唱 我還不記得 他就立刻唱這支 《珠海丹西物》 擔心就唱完 《珠海丹西物》 挺好的聲音 就吸收了我 於是 於是 於是就進入儀卻學校 進入儀卻學校進修 其實就算是半年 其實真真正正的 都是三個月 我也記得的 五月一日報到 五一假期放完 二日三日才開始上課 接著七月底暑假 暑假到放了一個多月 到九月一日開學 十月一日畢業 畢業 畢業就當時要去澳門演出 後來又去不成 就去了 《珠海》演出 就在廣州中心台 好像中心台 做了一場 是這麼多 就叫做半年進出班 其實真真正正的學校 最多是三個月 三個月 實習演出 實習演出 到了一個月左右 加上三、四個月 就叫做畢業了 因為我剛才說到的機遇問題 就是由於有了這樣的機遇 就是我去了儀卻學校進修 儀卻學校進修 雖然說時間不長 就是三個月左右 學了一個節子器 就是放陪 學者的節子放陪 在畢業回報演出 當時就有粤劇院 很多老前輩去 當時有羅賓超也去 還有很多次都不在 包括楚就雲、鄧丹萍、邵昆麟 我記得是這群叔父去看的 一看完就覺得 這個年輕人不錯 就調理我們劇院吧 這句話我肯定聽不到 因為他後來就告訴我 後來畢業了 就回去 回去得慶 不足夠一個月 當時劇院有一個是德慶人 他就跟我說 劇院說收掉你的劇院 他說不是吧 我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沒有人聽過 也沒有人聞過 後來他就帶我去劇院 當時叫人事室 人事室的主任 他就問 他就問 是呀 那些畢業是 那些劇院說要你 他就問你當地 已經問到德慶劇團 你們當地說 堅決不同意 所以就沒有跟你說了 他說原來如此 然後回去 立刻就找我們劇團的團長 他說是不是生如劇院 那些劇院 就叫我去 他說不思 團長很乾脆 說不思 後來我就去文化局 文化局長 文化局長的態度更惡劣 你認真在這裡做 問去哪裡 哪裡去 當時就 都挺深淡的 因為當時劇院是很嚮往的 我們院級劇團 突然跳到省級劇團 但是領導這樣答覆 沒辦法 因為劇院說 如果當時你們是進修 一定要回本地的 不能夠隨便調去劇院 除非你自己有辦法 搞定你當地政府 我劇院什麼時候都要你 那我就回去 那我就 團長不理會我 文化局長不理會我 那就算數了 心淡了 不去 不去就繼續在演劇團 演戲 在演劇團 時機就認為 我畢竟在月絕校進修 省省 回去也沒有演戲 一揚笛兵 一個戲也沒有讓你演過 一揚舞不讓你演過 就是覺得我們還是要找回廣州人去做 你們本地人不行 團隊說 本地人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請廣州人去做 那麼 熬了 都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熬了 八個月至尾 八九月 那突然間 那些文化局長 就叫他去文化局 我立刻寫一個 報告你 你去生意劇院報道 什麼回事 突然間 原來當時我們不是叫肖慶市 叫肖慶地區 肖慶地區有德慶是一個院 肖慶地區開會 地位書記 肖慶市的文化局長 跟肖慶市的地位書記 他說 德慶有一個演員說多好 想調去地區級劇團 就是肖慶瑜劇團 院委書記聽到這樣 是嗎? 院委書記也不知道 有一個這麼好的 省瑜劇院要他嗎? 他說 是呀 不如我們調去 我們肖慶市瑜劇團吧 後來 我覺得院委書記 是非常非常好 好到沒得住 他聽完之後 他就 哦 這樣說 跟著我馬上叫他離開 他說 為什麼? 他說 既然地區要你省要你 我當然讓省不讓地區 他就馬上叫他文化局長 立刻開證明叫我去省 瑜劇院報道 因為這樣就來了瑜劇院 雖然有些曲折 但是我覺得 都是很好運氣 都要有很多人幫我 雖然有很多 都說 當時的領導 都 院委書記 我覺得 挺英明的 至少他覺得 少慶地區瑜劇團也要 省瑜劇院也要 那我一定是給省瑜劇院 對吧 反正留不到在我們得慶 得慶的態度比較 他沒有說一定要你 你送他 他又不會肉赤 所以開張證明 就立刻來了瑜劇院 八零年八月份來了瑜劇院 所以 這就是我在瑜劇院 之前的一些經歷 這些經歷 我相信是今天在這裡 因為叫我講一下自己的藝術人生 我覺得 都是藝術人生開始的部分 到現在的時候 很多退休 一告訴你們 都知道 都不是 那時候退休 你們都不知道 我怎麼出來的 就有一個遺憾 不是 因為你們想看那奏戲 我知道 這裡在座很多人都看過那奏戲 但是大部分 都聽說一下 不是了解得那麼詳細 只不過聽說 你好像湖南人 是不是廣東人 又什麼什麼 都聽得多 真正的內容去脈 就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 我真正是湖南人 都不是廣東人 不過我是廣東長大 老爸老母都是湖南 一早就來了廣東工作 我是廣東長大的 我現在來說 都屬於廣東人 以前的說法 直觀是哪裡 說直觀 現在都不說直觀 說出生地 說什麼 所以我都屬於廣東人 直觀湖南人 所以都是這麼說 這句就是我出道的故事 都是我藝術人生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打下來 我覺得又不會有今天 我為什麼覺得這段基礎是比較好呢 是對莫連人的性格和意識比較好 因為當時 你想想 高中畢業從來沒有接觸過 入劇團去做 入劇團的條件是非常非常艱苦 不像現在去演戲 有住酒店 不要說沒有冷氣 冷氣更差 房間更差 更差 以前根本沒得被你選擇 自己打瓦蓋 戴皮膏 而且沒有人包含你吃的 或者現在我就不知道有沒有 好像現在還有私人班 反正我們以前去樂鄉 每個人都帶電飯煲去的 帶煲仔去的 沒有電飯煲都是煤氣爐 那去到哪裡呢 就買了菜 我最記得晚上散場 可以去一些農民菜地偷菜 又去釣魚 捉黃線做來吃 我就怕死一些 結果那些偷雞波狗 就是有些偷你雞 樂鄉是自己煮來吃的 沒有人捨去燒夜吃的 燒夜自己找食物 所以我就不敢偷 但是我一定有份吃 因為我不懂做的 他們所有的叔父在我那裡 我今天偷雞 快點回去吃 有份去吃 但是我覺得那些年代可能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樂鄉做戲 又沒有人包你吃 你去到晚上你有錢 都沒有地方給你買東西吃 老同孫 只要是偷雞魔狗 當然這也不是主流 但是那些年代我覺得 真的是這樣的 不是說那些人不好 那是環境 就是逼成你這樣 你去到農村 本身就很窮 你有錢也沒有東西給你買 你吃什麼 所以這個比較正經的 不好意思就是不要偷 所以我們有風窗 當然是由釣魚 一散盡打田和牠打掌 打到很多掌 他們田地竹黃線 又拿竹竿插電製去電魚 所以都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 由於經歷感 我覺得來到生意劇院 我覺得這麼幸福 什麼都不用 又不用拿單鋪蓋 又不用裝桌 又不用看桌 演員不用分得很清楚 我覺得跟以前是軟劇 真是天淵之秘 但是有個好處 經歷過以前 你覺得現在有什麼困難 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不是一回事 我覺得有這麼多經歷 對我的成長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先喝一杯茶 很口乾 謝謝你 這麼說喜歡聽嗎 喜歡 這樣會好聽一點 你們講演戲 因为我这段时间都经常去讲课 又去讲西,去很多讲课 他讲课都叫我讲 讲艺术,艺术如何承传发展,怎么做,怎么做 我觉得 听我自己的新闻好一点 不是八卦新闻,是真新闻 1980年就进入粤剧院 进入粤剧院,对于我的艺术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刚刚才讲过,我在粤剧团都没有试过担主角 我来到粤剧院,一类都是粤剧院,就被主角做了 也有粤剧兵,但是极少 起码当时有吴格华曹修琴,担青年团 接着我和郭鳳来一人担了一部戏 等于正式是主角 所以觉得比较幸运 而且运气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来到剧院,已经当你是主角了 而且粤剧院当时有一团,二团,三团,青年团,四个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粤剧院都几十年未出过演出 我们的粤剧院第一次出过演出 我又有份 当时出过演出,就是很大阵阵,很厉害的 因为几十年未出过演出 就是只剩下打斑头 但是当时就是 改革文化大命后第一次出过演出 就是80年,《红线女》去了香港演出 就是文化大命后的第一次 第二次演出就是我们粤剧院,1981年 当时我80年来粤剧院 80年8月份来粤剧院 81年好像是 10月至8月就香港演出 就是青年团去香港演出 当时已经在粤剧界 或特别是我们的剧院 引起很大的轰动 因为粤剧院是一团,二团,三团 不去,是去了青年团 青年成立都是一、两年 当时就是 罗品超、文国菲、小坤伦、黄中玉 加上青年团 去香港、澳门、星加坡演出 我们81年香港演出 非常非常轰动 就是长长爆满 我最记得当时我们日头排气 任建飞和白雪仙都坐在那里排气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很封闭 我们去香港演出 是不让我们出街的 又不让你住酒店 我们就在新华社 在九龙堂 新华社买下来的一间别墅 几十人住在一间别墅里面 散了场 日头就困在一间别墅 不让你出街 晚上就带巴士车去新光演戏 做完演戏 吃完东西就带巴士车去九龙堂 就在一间别墅里面 当时还没去到香港 很向往香港 糟了 又出街道叫人活怎么办呢 就想着想着 不可以的 做十多场日日困在一间别墅里面 当时我认识文千稅 文千稅当时就很出名在香港 我便带巴士车去 我说我想出街 没得出街 他说不准你出街 他说不准 他说不准 要怎样才给 我说不懂 我想了办法 他就找个人来 就说要带我出去 看牌戏 当时新华社也认识文千稅的名字 他说文千稅签名叫我出去 然后文千稅带我出去 其实不是看牌戏 他只是跟他喝茶 他说是看牌戏 你喝茶就知道香港什么都好吃 其实不好吃就觉得好吃 香港这么品种 喝茶这么好吃 又花花碌碌 他就变成了我们团 很多人很妒忌 很合作 为什么他一出去 我都合作 因为他有个文千稅名言请 他们没有人带他出去 不要出去 罗宾丝也走出去 白朕丝也带他出去 罗宾丝也带他出去 罗宾丝也带他出去 他那时候出去 出去整个箱子 都把水果拿回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知道文典设计之后 他就带我出去找人送水果吃 当时觉得很开心 由于我们国内很少香港演出 当时香港就很轰动 因为当时是青年团 青年团当时是演《百花公主》 《梅开二道》13回 《荆窝》 是演几个戏 几个戏演员游演和截止戏 当时香港引起很大的轰动 说现在打得这么好 当时我们年轻人以打为主 我和郭芙女做十三位 截止戏我就做《放陪》 我是这么多 都很受欢迎 然后新加坡有人不看了 就订了我们新加坡做 当时去新加坡做 就有很多风言风语 这个包括当时请我香港做 叫做《联藝公司》 各类的演出团队都由香港联藝公司请的 其他没有联系都不行的 联藝公司的老总就说 你这帮人在新加坡演出 肯定是混蛋了 吃西北风也没有人看 我说为什么呢 没有一个知名的 又没有名气 又没有人认识你们 新加坡很讲究名气的 这些要名演员 等于以前说 任聚飞伯先 等于初逢 初逢一去做三十几场上场爆满 就是说你们这帮人不打 各个人不认识你们 这帮人不认识你们 后来就 他说不成功 但未去过不认识 谁知道我们去新加坡 不单是可以 还要非常受欢迎 我们预计演一个礼拜 一口气连演三十三场 一个剧场演了三十三场 继续演演还可以加长 由于我们没试过演三十三场 演三十三场就回来了 如果真正我自己感受到 就说好像现在的红歌星 这样的待遇 我在新加坡就有这样的待遇 就试过了 因为那时候一做完戏 就整班戏就围着门口 你出不了来 要找警察开路才能出来 不是的 当然戏就围着你了 你回到酒店 整班戏就在酒店 在酒店大堂分天干 等你突然早上起床 唯一是那时候 新加坡就觉得 原来做明星这么好的 当然现在可能就没有了这首歌牌 所以我记得新加坡那时候 很受欢迎 然后后来就说 加长加长加长加到三十三场 那你做完又做了 因为我们本身是带几部电影去的 一家公主 一家京坡 一家梅开二道 一家十三会 四家长剧 那后来就再排 我自己就做了一家京坡 我和罗敏销 一群人主要演 我做太子丹 梅开二道 就跟吴国华曹 琴做 十三会和郭鳳女做 我跟陈玉梅做方培 当时做方培 就几十欢迎 到新加坡 后来就要求我 你再做多个折子弃 我没有一千年一套 得到方培了折子弃 其他还没排过 后来临时跟郭鳳女 就在新加坡排到抢散 当时抢散跟郭鳳女 在新加坡做的 做抢散也很受欢迎 就一直喊了三十三唱 这就是新加坡的情况 就证明当时我们 由于很久没有去新加坡演戏 证明国内 虽然是经历了文化大一鸣 这段时间很少有娱乐剧 其实一直我们政府对戏曲的重视 都是有的 因为它还有一个娱乐剧学校存在 所以基本上 青年议员都是娱乐剧学校毕业的 所以基本功各方面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般香港以前说很多人去做 他肯定比不上我们国内娱乐剧学校毕业的 基本功水准基础那么好 所以在新加坡製作就觉得 没看过打得那么好 没看过什么 所以很多东西给他们 好像一个新鲜感 所以就变成了很受欢迎 另外一个就是 个人来说 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好处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三大件 冰箱、电视机、录音机 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买不到 有东西要证 有档卷 但最确定可以带一件东西 最确定可以带三件东西 带三件东西 带这三件东西已经很值钱 很厉害的 当时我们剧院 基本上连彩电也没有人有 那时候我们这一批 有人带彩电回来 以轰动式 那些人妒忌着 他可以带一部彩电回来 接着又带冰箱 又带卡式录音机 我去香港打一件 澳门打一件 西加坡打一件 带齐 带齐这三件东西 已经在那个年代 已经发得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很多人连彩电也没有 所以我们 可以一次出录音机 不是说 你出录音机很受欢迎 个人也很受得益 而且 变成同行人当中 不是善无理的艺术 善无理的艺术 可以带到三大件回来 有些当时 那个年代 是睡了一生 都买不到三大件 当时是这样的 所以已经是 青年代 是很好 很好 云里好味 又被当时 很多人很妒忌 直情吵 我都知道 有什么理由 他们刚来 一年两年 就可以出过 我在剧院 几十年都没有机会出过 那已经吵得很厉害 但这些不怪当时领导 当时主要是人家 在哪里订你去 就在哪里订你 就是因为他觉得 当时青年团 一成立了青年团 是全部如靠 不如出来的 他第一出戏是 百花公主 所以是吴国华做的 是打得非常响 很受欢迎 接着排队几出戏 都很受欢迎 所以新加坡 是看过很多戏 觉得这帮人有特色 有小戏 所以订他们去做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再以我个人来说 刚才说 那个机遇是非常好 有什么理由 那种软级剧园 一跳跳到生如剧院 还要第一次出国 有份 所以被人很妒忌 妒忌当中 或者有很多重商 说你时时飞飞 你家乡下的好命 стр就是很多的 很多东西 在本来说 不过我当时说 其实我也比较 经历得起这种风浪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对此说 所以很能不能 所以很闲 关键自己是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觉得幸运 也是从粵劇院开始 因为起点比较高 因为来到剧院,青年团当时的整体基础又比较好 电影又比较受欢迎 然后就等于我来到剧院,又做主角 又不需要做配角 所以一直都是比较顺风纯粹 最初是这样,感觉逐渐逐渐 整个剧院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 观众的审美,观众的要求 我们作为粤剧的艺人,都是要在这行当中生存 都要有一点变化 所以从80年代,我就来到剧院 青年团经历,就说香港、澳门、新加坡 出国等等,很受欢迎 然后就排戏,排什么戏呢 然后又是跟出国拉上关系 那些剧院第一次去美国 我又有份,但那时又不是青年团 当时就叫一团去美国 当时青年团跟一团联合 做过一团去美国演出 当时我就有份去去 当时我又有份去去 现在出国这方面,我们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出国方面,因为久了 好像美国又是几十年没有去过 一去到一定是很受欢迎的 当然跟新加坡的欢迎程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 新加坡是很疯狂、很迷的 美加的欢迎程度的表现是跟新加坡是完全两回事的 因为新加坡基本上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华人 而且他们会有一些像伊加追星的疯狂 美加我觉得他好像很修阳一些 没有那么疯狂 但可能也跟他的文化有关 因为美国毕竟不是以华人为中心 而且我们大部分华人是以前的老华僑 应该是台山人为主 五一人为主 当然他们非常喜欢粵劇 但是他们是熬得很辛苦 而且有些是或者是赚很多钱 所以他的表现出来的和新加坡的表现不一样 他的表现形式就是觉得 我熬得这么辛苦 我一定成就 或者我要展示一些东西给你看 他就送银子牌 我给你送银子 美金折成银子牌 有一百几百一千 送上去 都没所谓 我有钱收什么所谓 但是他送上去 他要他威着你 他一定要上台送自己 要亲自挂在你 我虽然拿到你的银子牌 我觉得很乖乖 不是很习惯的 他说哪个是哪个 太太送银子牌 丁凡凡 你要走出来 要亲自挂在你 还要和他拍张照 把银子牌托在那里 现在的年代 就算那个年代 我觉得 不是很习惯 不是很习惯的 但是他 这种风气是这样 他觉得他对你尊重 或者是想 都是不同 不同形式的表现 我觉得他 起码一点就是 一个对我们 祖国例的亲人的 关心喜爱 另外他对你粤剧的喜爱 就是表现这些方面 只不过是表现形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1987年 由于应付到美国的演出 就将粤剧院的一团和青团 联合 做一个团去美国的演出 由于做一个团 我觉得 都是要讲讲少少的历史 因为当时一团 二团 三团 青年团 一团和青年团 合并做一个团 去演出 在模型中 去美国才只有四十多人去 当时一个团七十多人 起碼百多人没得去 百多人没得去 当时大闹天公 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 有些又说转行 有些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现象出现 当时我们和林小群 罗品超 小神英 都是一团的主演员 加上青年团的主演员去 去到 当然 欢迎一定是很受欢迎 但开完回来 就等于散了一团 因为没得去那些人 很大步骂情绪 不做 就等于散了一团 一团人散了 等于我 都是基于 一团老批全部不做了 就等于我们年轻一点 做了 就变成了 其实那八七年就开始 而美国回来就是一团 做到现在退休的第一团 就是那时候去一团 那时候 在技术上 由于当时 对于那个技术的提高 我觉得 这样的组团有个好处 当时有罗品超 林小群 有大班老演员在这里 跟他们合作 一起演戏 对我们的艺术提高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他们虽然是年纪给我们大 但是他们的经验 各方面都比我们好 同时一起演出 对我们的艺术提高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排了很多戏 因为 跟老人家一起合作的 有京阿 跟罗伯斯一起演戏 我们又排了 有个《宋皇告长》 一把《传统剑》 就跟陈文雄演戏 还有李慈商 就于那时候 去美国演出 就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排气是很辛苦 排来排去 选来选去 当时就是选了 我和陈文雄演戏 选了《一把传统剑》 有《宋皇告长》 还有《孤原扫劫》 就是几个戏 由于 应付去美国演出 选择的戏 那在模型中 就造成了一把戏的经典 产生 当时我们派了《一把传统剑》 那《一把传统剑》 为什么要做呢? 当时就是 很久以前 《新马仔》做的歌 《几好几好》 当时是陈史汉老师 吴保智老师 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好 这么有气味 又这么好 又没有唱的 其实我也不是很善良做没有唱的 但这部电影就比较是 《大靠背企》 有开打比较的 当时就是 在陈小汉 《五保市》 我和陈永雄一起排 这部电影就很成功了 关键是 现在 可以说全世界 作乐剧都做了 《三经堂》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在创作的 剧本是陈治强老师写的 音乐唱歌设计就是 张文端的爸爸 张华新音乐唱的设计 导演就是 陈小汉和吴保智 就变成了 现在《三经堂》 《三经堂》的奴子做的 所以 一种流行的剧目 当时 都是经过很多努力 很多前辈感觉和散身 所以很多人说 由于后期我做的比较少下 很多人说 在《三经堂》你也做 其实就是 我和陈永雄开山做《三经堂》 一直到现在 他们做的 基本上是我们的奴子 《三经堂》 所以在80年代 我们就 产生了《三经堂》 就变成了非常流行 现在凡是社团 包括业余的唱乐曲 包括职业 包括演艺大粹 基本上都会有人做《三经堂》 所以其实就是《三经堂》 就是我们在87年 去美国之前 是创作派连出来的 就变成了现在的一种经典 接着 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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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了 我觉得 真是故事讲的 讲不完这么多 有很多趣事 你这么多 演出中 有什么很特别的 很趣事 你很难忘的 我演出中 最难忘的 我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 我在演戏 那时候我记得演戏 《寒光关》 也是舞场戏 演戏 《涉丁山》 那天就发高销 我觉得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们这一行 有些死没得生病的 除非你死了 你病也要出场的 特别以前的观念 所以很多艺人 都很有职业道德 我当时就 不是抱着那么高的姿态 那么高的角度 我觉得 观众买了票 入场正在演戏 你一定要做 那时候发高销 觉得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就受完中烈休息 不是说暈倒 总之就是发高销 一看到他烫衣服 就躺在那裡 那些人又不知道 什么回事 到时就 衣服都不穿 喂 出场都穿 他听过 说梦话 仍仍硬说话 其实发高销四十几度 发高销 那做鱼又不记得做什么 都可以坚持下去做了 其实 但是出场 又不会说 不记得曲的 回来就完全不记得 是什么 他有说梦话吗 乱说话吗 他说是呀 你不知道是什么 没有说的 是的 那个团队人听到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一样是 全出去做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 那个职业的驱使 你出台 你一定要 什么都不记得做 只记得是做戏 另外 都是跟做武器有关 可能我不那么擅长 做武器的原因 那时候他刚才说的 他在美国演出 做《一把钱中剑》 在平安器院做 那时候是三十几度的 很热的 当时平安器院没有冷气的 没有冷气的 就是刚刚就 在剧院开车去平安器院途中 突然间就 腰痛痛到 站不站起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痛 我说不行 很痛的 立刻我大巴士 整部车车去医院 去医院 去医院检查 你这样通的话 可能是神蝶石 就给了止痛药 我就去演出了 那时候有止痛药 好像没有那么痛 演出《斩经堂》 的场景在《斩经堂》 就在《斩经堂》 就在《斩经堂》上桌 就站了 站不到 就坐在那座椅 陈王军说 为什么你坐在那座椅 他不管了 反正我都站不起身 就照唱 后来开打也没打 打不到 就躲在那里了 当时我记得 很多很多前辈来看 因为那时候说 《斩经堂》不错 彭志权那时候还在佛山 整班佛山的船 全都来看 很多人来看 接着上后台 你干什么 我说 我不知道 可能会痛得起不了身 那时候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 另外 上文端 他后期跟他拍档比较多 我跟他做起 不是我暈 他暈 他暈了两次 一只做麦蛇专 突然躲下 不知道什么事 躲下了 又不知道 有一次做朱基行 淋花上淋花 他突然这样 他在肩膀上 他说 这个动作不是这么痴情 他已经暈毁了 他就扶进去 这些 但是观众也不知道 观众也不知道 一个就是说 你很专门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职业道德 不允许 他抬下来 一定要坚持到 坚持到入场 我自己提到 就等于我做赞养堂 真的通得 那时候 人们看到我 为何这些堂很大 通得 都站不起床 但你怎么都捱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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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可以说 做戏的辛苦 又是做戏一种 喜怒哀乐的人生 是有这样的 人生也有很多痛苦事 做戏也有 关键那些 除了本身痛苦 还要做戏中 人物很痛苦 有时 身体不好 或者你家里有什么 不喜欢的事 你在做戏剧 你也不能说不少 是吧 所以这方面 就是对这方面 艺术的修养 以及做艺人 的确 可能你们看到我 很高兴 在台上 哇 几风流瀟灑 一会儿 又有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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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做皇帝 你最风流 我做皇帝 有这么多花旦 团团团团团团团 就是说我们 你看见就好 其实他是经受很多 很辛苦的东西 或者很多艰难的东西 那就是 因为 讲故事 因为我从七四年 开始入德庆宣传队 到 这不是秘密 对了 到我退休 应该都四十几年 做了 四十几年 我觉得都是 真的好像人生一样 有此做戏 有此做人 当然我没有做鬼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 讲不完的东西 有很多 值得自己回味的东西 有很多值得 继续去追求的东西 因为 我们经常说 尼无此境 我做到 今时今日 我都觉得 这里还可以好些 还可以做 都是在想的 不要说 我做这个 完成任务 以后就是这样 我觉得 看回来 很多东西 还可以更好 我觉得 这个才是艺术 我觉得 所以 我今天坐着和你们 聊天 其实 我也挺辛苦的 好像我没有睡觉 因为我 昨天 就坐了十五宗高铁去谋名 去到两点多钟 然后三宗排气 排泪器 刚开场不够一钟 停电 停了一小钟 现在差不多九点多十五宗开场 做到十二点半 整天宵夜 就两点多开车 回到廣州 六点半 到七点 那七点 就 叫做 睡了两个钟 就 想想 今天应该 如何和大家说话 就来到这里了 其实 已经是 你看见我多精神 其实我也是 强打起精神 因为我觉得 我答应来说话 一定要 不是说 交得尽 一定有东西要和大家说 所以 你给过这样的时间 我一定要考虑到自己 要不在这里 交得尽 就等于做戏一样 我上台 就一定要交得尽 因为 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已经做了四十多年戏 我准备在 1月7日 记得吗 1月7日 证明1月7日 就是我有个个人专场 这个专场就是 全城业专场 就是说 不是那人做完的 就是 我会带徒弟一起去做的 因为这个全城是一个项目 现在我是国家级传承人 一定是要传备的徒弟 传给其他人 你才配搭 国家级传承人 所以现在 搞这个专场就叫做成全爷 除了我自己做之外 还有一些徒弟 包括曾斯文、彭庆华、文宇清、黄春强 还有 还有 下面有一个属于港西的 李金峰 一大班 徒弟 每个徒弟有份做的 1月7日 大家记住 如果有兴趣 就去买票 但应该的票是比较抢手的 比较抢手的 现在就在票房内部订了 订了七七八八的 因为得场 因为这里 不是说要推销自己 因为这个讲座就是讲个自己 这个成全爷也是讲个自己 是讲我和艺 这么多周年 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粤剧院开始 我是80年来粤剧院的 到现在刚好四十年 那四年当中 我演过那些什么戏 取得了什么成就 有些徒弟学过那些什么戏 一个回报 所以我这个晚回的主题 是比较丰富的 会分每十年 会选择一个戏 其中一个片段来展示 比我刚才说到 我80年来劇院 当我87年 就排了《一把全中剑》 就产生了《斩经堂》 一个《斩经堂》由于是 我80年代当中 虽然我做过很多戏 做过《十三会》 《保育屋情文》 《女四良》 《血传美人徒》 《梅开二道》 都做过很多戏 但是能够真正流传得下来 就是《一把全中剑》的《斩经堂》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的《全城晚会》 我会由《斩经堂》的《折�器》 显然 接着到90年代 90年代 就比较多 所谓名剧 因为 92年的《云圈珠基行》 94年的《倫文序传奇》 还有很多很多戏 都是比较成功 但关键是《云圈珠基行》 因为《云圈珠基行》 1994年的《倫文序传奇》 有很多很多戏 都是比较成功 但关键是《书基行》 是我们第一位拿《梅花奉》 文序传奇目 也是我们广东语剧 第一位拿《全国文化新》 《论文序传奇》也是取得全国文化奖 我又第二次取得文化表演奖 而且已经拍成电影 所以我都会将《书记汉》和《论文序》的片段 都是由我的徒弟做 会展示在我的晚会 另外到了2000年 因为有我的专场 还有《唐公开门政治盟》 有很多演奖 而且我们在哪里都会选择 而且那个时候 按照我们文化部的精神 装作一批移植 保留一批移植一批 移植了上海京剧园的《尼玛环太子》 《尼玛环太子》在粤剧当中是我们的移植京剧 而且是比较成功的 变成了很多很多剧园 都模仿我们 学我们做的 而且很多剧园 变成了本团的 一般首演的 拿着《尼玛环太子》去首演的 所以是比较移植 比较成功的一部戏 当时 到我专场晚会 都有《尼玛环太子》的片段 当时都是我的徒弟做的 有王春强 做陈霖 到了 2010年以后 我也有很多剧园 包括我们《封云环03》 或者《南海一号》 但是关键 2010年以后 我们是 利用了 充分利用我们 这个 电影的平台 我们拍了一个 《论文序传奇》 和《纽维传书》的 粤剧电影 而且这两部粤剧电影 在中国的电影史上 是近期 特别是开放以后的电影史上 都是比较成功的两部戏 《论文序传奇》 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戏曲电影的最优秀电影奖 获得金鸡奖的提名奖 《金楼藝传书》 又获得第二届的全国优秀电影奖 而且两部戏都获得了很多国际奖 当然不是说奥斯卡的那么高级 包括澳门、新西兰的电影节 很多电影节都获得了一个奖 都算是比较成功的戏曲电影 所以我在我的专场晚会 都会有这两个电影的片段 当然不是放电影 是人造 比如我们做《文序》的片段 《柳岩传奇》的片段 都会做 最后一个就是我专场的《痴梦》 为什么要做《痴梦》呢? 我跟他说 因为《痴梦》是2005年的专场 就是创作的 由于《痴梦》这个电影 创作以后 又得到了很多社团 或者业余爱好者、专业爱好者的喜欢 就变成了全世界有人做粤剧的 都有人学《痴梦》 而且他还模仿了我们《痴梦》设计的衣服 因为当时是我们手装用 《痴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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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梦》的衣服 在新加坡、香港都有人做《痴梦》的 所以我的《痴梦》就是用《痴梦》做《痴梦》的 《痴梦》、《痴梦》、《痴梦》 当然不是我和《痴梦》都做了 当然还有很多个徒弟做 有很多对《痴梦》的诚意是舞台的 比一个是新火相传的感觉 所以是很配合全城晚会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 他不允许我讲得那么多 他也不想我讲得那么少 因为有很多互动的环节 和观众的互动 因为今天我还有很多徒弟来的 还有和徒弟的互动 可能比观众会更加有听头 所以我暂时来说 看看主持有什么安排 下一个是属于什么环节 好吗 非常感谢丁帆老师 这么精彩的分享 真的非常感谢 听了丁帆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作为一个粤剧的名家 一个成长史 和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我觉得除了要有天赋 要有机遇 要有喜爱之外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就是要坚持 刚才我们丁老师也说到 就是要耐得着寂寞 以及要经历得着风浪 刚才听了这么多 我想在场各位观众 可能也会有很多问题 想和我们丁帆老师 有些沟通和交流 现在接下来这个时间 不要问你这么尖端 我相信大家会很疼你 丁老师 好 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举手 我见到那位年轻人 很难得 有一位很年轻的 年轻人吗 小帅哥 是的 自我介绍吧 是你最年轻的吗 差不多了 可能是你 因为你现在看起身 我听到很有魅力 很有活力 很懂得说话 不是 我想问 因为 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丁老师说的电影 很多我会有在 认识他的表现之后 会看回视频 但是现场看来 我想想想 我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 亦是近期的 就是有观音程度委陀天 以及指差记 如果观音程度委陀天 为什么这么深刻呢 他这部电影 给丁老师有很多的形象 前面是将军 但是将军是文武咒的 即是文又可以 文又可以 文又可以 后来有一场 又变成了一个 完全是书生 一闸蓝袍 到最后又穿回 韦陀那套衣服 就是 刚才说的东西 就涉及 起码有文武生 又有武生 那些行当 你们清楚一点 但是他每个行当 他都 那个神水 是出了来的 之前我也不知道 你的来历 就是说 在德庆调上来之后 然后再在我们的省团 一直成长到现在 很大的成就了 肯定 你刚刚上来的时候 是年轻的时候 到现在慢慢长成 肯定有很多的 即是说 艺术成长 不是一朝一夕 你有什么点滴 和我们分享一下 譬如说 我对文武生 或者小生的理解 是这样的 有没有 那些当时你们的前辈 给了一些啟迪 或者小小的 分享一下呢 是的 那他提的问题 是比较尊业的 很尊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戏曲 其实是 很多方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 往往很多观众 有些误解 就是说 比如说 古葬戏和现代戏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觉得 现代戏不好看的 没有东西 因为现代戏没有了 古葬戏 或者水酒 雞尾 很多副动作 所以变成了我们 很多现在做现代戏 就是画剧加唱 就是没有了戏曲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我觉得现代戏 都可以有 传统戏曲的东西 刚才你说的 比如《观音程图维台》 其实我们是 为了适应 更好展示 戏曲 在舞台上的新段 表演 我们的动作 铺牌 能够更加吸引到 青年人 才是时代感的 其实刚才你说的问题 比如 我又没有水酒 那怎么做呢 因为 《观音程围台》 按照航档来说 都属于小母 但是小母当中 由于她前面 有次开打 其实都是 基本新段的表演 比如新段 如果是传统的小母 只能够 只能够 就好像没有东西看 没有东西看 所以我们 在《宋观音》 那段路里 还没有很多 要过石头 过什么 但是 由于《观音》的特殊人物 所以迫着我们 要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观音》 大家当是菩萨 当是神经拜的 不能够随便碰它 所以我从长到尾 跟《观音》 没有说拖手制的 没有的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够 遇到的 一遇到 可能有拜官人会骂你 说 遇到《观音》 不能够 遇到《观音》 遇到《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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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单独 所以我们都不能够随便碰到 那么 遇到《光音》 又不会随便碰到《光音》 所以我们上了一场 你不碰到 就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过河 可能也需要设计 如过河 女儿过河 不用了 说 或者是 塞尸彤 我们尽量 尽量 到《光音》 我们尾到《光音》 他过河不得了,不得了,我把棍子拿着,我没有碰到你 但是他有身段体,让观众觉得有很认可的表演程式 对观音的形象也没有破坏 所以说的那么容易,但排气时一定要想起 其实这些都没有导演要求我们 觉得你又不可以碰观音,又是叫我做爱情的动作 那怎么做呢?那你就要想办法 所以我想到这个后来,不如拿一条棍子,我棍子扶着你,我没有碰到你 但是棍子扶着你,你没有任何伸断,你又不行 所以我们充分运用,握着棍子,你手没有做到,就是利用脚 很漂亮的动作 就是利用脚,让观众看到你,带着脚,带着他,他觉得很好看 其实这些不是新篇的,都是传统的基本功同作 接着我们运步,都是传统的,只不过你怎么去混融它 混融得很好看,又合情,观众觉得也很好看 当然我们也说了很多,现在那部戏曲存在很多 是否是舞蹈,是否是舞蹈,是我们的戏曲是以歌舞演绎故事是需要有歌舞 但是你歌舞,你歌就是唱,舞就是舞蹈 但是你混融得不适合的时候,人家觉得你很多余 所以我们歌舞对混融一定合情合理 所以我们《观神韦陀天》等于张文殿的观音 他也参考了很多画、雕塑等 观音的手怎么摆 所以这部戏特别注意,他的手是特别注意的 所以感觉到他又有观音的味道出来 又有美的感觉 又很有传统戏曲的东西在里面 谢谢丁帆老师回答得 你们满意吗?非常专业 非常满意 我们从丁帆老师回答中 我觉得我们粤剧里面的一朝一夕期 都是凝聚着我们艺术家的智慧和张森精神 好了,继续吧,我们还有哪位? 那位…那位叔叔 这位?是 你好 你好 丁老师 我是佛山的观众 你的艺术成就 我都很清楚 我就不打算怎么说很多了 我就想你分享一下 我早两三个月就在武汉 威士海 举行过一场全国的大老官 说句俗话就叫大老官的比赛 你都获了奖 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演出的成就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他问这个是我们今年八月份在武汉 一位叫武汉宣传部和武汉卫士主办的戏码头 叫做戏码头 他的戏码头是非常成功的 他宣布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的剧中很多 他叫做比赛的 他说了比赛的形式 有时候很头痕 因为他当时就是 原来中央电台的戏曲主持 白衍星 他是主持的 他给我电话 他说 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他说 这个比赛叫做中国好搭档 一定是一个男一个女 长期搭档的 他叫中国好搭档 我就说 他说 他说比赛有评分 有缺失胜负 他说 你不用认我了 他说几十岁还和你比赛 我第一时间推了他 推了他不参加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参加吧 当是支持一下 因为粵剧都是我们十大剧种之一 在中国称是十大剧种之一 而且粵剧的市场和影响力 是比很多剧种都要好 特别海外的影响力 但是属于有个有华人的地方 就是粵剧 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不参加 就比较很遗憾 我又知道你和蔡文端在粵剧当中 答档是比较好的一对答档 所以我第一次选择你们 我说 我几十岁 都知道进不了围 很丑 他说不要紧了 只要你参加了 等于宣传粵剧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你不要太在乎胜负 你参加了有全国性的比赛 即使你参加了 那些比赛有围剧 他觉得你就赢了 他说好了 死吧 就去了 当初答应和蔡文端去了 但是他的规则就是 比较复杂 他要初赛 复赛 半决赛 决赛 要做五个截志器 五个截志器一定是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截志器 那变成了我们的难度 一个截志器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就要五个截志器不同 那我就和蔡文端选择 选择哪个 选择哪个 我打算选择时机 最擅长的 或者最好 当时我选择了唐明王的 上卯丹那段 第一个就是这样 接着又君子桥 桥上素鱼的一场 又施蒙 还有观音 滑眼斩首那段 最后我就说 有缘惊蒙 但决赛又缘惊蒙 台长要求我们 一定要做帝女花香妖 我说为什么 我们每个都熟这个 我说更好 更简单 我说行行行行 当时我们没有帝女花 服装去 我们叫剧院立刻坐高铁 送服装去 到决赛 我们就从第一天 初赛 我们可能都是排 排第六 第七 第一 因为它是分三个评委 一个是专家评委 有四个专家评委 接着就是媒体的评委 有二十个媒体的评委 其他就是观众延长给予分 我们第一个比赛就已经是全部专家 都举了牌 媒体基本上都全部举了牌 但是观众对我们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不是排得很前 只有排到六七位 为什么呢 因为粤剧没试过在武汉演出 所以武汉的现场观众对粤剧 并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现场观众就好像比较低 我们觉得很不值得 那些专家对我们的评价这么高 为什么观众这么低分 当然了 他也不懂得讲公话 所以说不要紧 接着一天比赛比日多 一天比赛比日多 一天比赛比日多 从第七就升到第六 第六就升到第五 第五就升到第四 到决赛就升到第三 都可以了 我觉得都是 名思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可以一年五场的比赛 给全国观众看 和其他剧种比赛 我觉得 宣传我们粤剧的目的 特达了 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了 非常感谢丁老师 我觉得听完这段 我又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 其实很能够展现 我们艺术家社会的担当 而且从第六到第三 其实可以说明了 我们粤剧虽然可能是谎言剧 但是我想这些艺术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穿越了 他这个语言的限制 大家都可以欣赏到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再有一位观众 那位黑色衣服的男士 首先 感谢丁老师 和我们分享 那个艺术人生 下面我又想知道 因为丁老师 就是我们国家级的 非为的传承人 但是我们作为气迷 又想知道丁老师 究竟是拜哪个为师的 传承哪个师傅 我们想知道 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拜师的过程 那些故事 不是很复杂 又很复杂 因为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是渔剧学校 是罗品超 第一个典名 说 哎 这条英俊不错 调给你剧院 那变成了 罗品超当时是最关心我的 我记得1980年 有个阳城音乐花会 当时阳城音乐花会 就是很厉害 在《中生纪念堂》举办的 那我们粤剧 就要出一个剧目 当时就选了 我和曹沙琴唱 《重台别》 由于我在乡下出来 我当时没有西装 那罗品超就更紧张我 剧院领导 可能不太懂 早就立刻这样 以前我们的剧院 有一个叫做 舞台工厂 专门自己做戏服 叫他们做戏服 还没做到西装 一穿出来 肉酸到无限 又不适合 又不成 一看过就说 这么肉酸的 不可以不可以 罗品超说 不可以不可以 你来到家去衣柜 十几天 你逐边选 逐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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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第一次在西装登台 是罗品超 老师给我的 所以他在艺术上 他比较关心我 但是 就是 不同一个团 所以两次出国 包括美国 新加坡 他也是带着我出去 所以他做荆窝 我做太子丹 他点名 我做太子丹 所以 虽然不是正式 拜师 其实也算是师傅 因为 那时候 那个年代不流行 那个年代不流行 没有说拜师 是后期又流行 那时候 那时候 到后期 罗品超 他也说 我徒弟 应该有彭之军 他一定有个名字 就是丁凡 实际 都属于我的师傅 另外 到后期 恢复有拜师 当时我来的园剧院 也有两年了 园剧院长说 你要拜师傅 他说 哪个小生 好的 他说 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现在园剧院 哪个小生是最好的 后来 那些园剧院 当时就是 关国华老师 哪个老师 当时 我在园剧学校 教我做放陪 就是李燕清老师 李燕清老师 就说 不要 陈小汉好 他说 我不认识 谁是陈小汉好 我带你去见他 那时候 他带我去陈小汉的家 李燕清老师 他很不错 你收他的徒弟 拜你做师傅 陈小汉 说 我去留院收徒弟 看他先 他大概就是这样 他说 对 他刚刚 那几天就在文化公园 做梅开二道 你去看看 好 看看有没有时间 后来他就看了 看了 你来的家 他就在家 他做徒弟 他一直叫陈小汉做师傅 其实 刚才说 他教我很多东西 包括一把传统剑 他当时的身体不是太好 他没有在舞台收拾他教我 但是整个唱慷设计 都是陈小汉的 所以 陈小汉的唱慷设计 我觉得非常好 其实跟陈小汉的音乐唱慷设计 是离不开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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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 我们丁老师也提到 私诚的问题 我近水楼堂 又想问一下丁老师 因为我知道你刚才提到 1月7日 你一台 关于全城主题的一场音乐会 粤剧的音乐艺术会 粤剧专场 粤剧专场 你好像今天也有你的徒弟来到现场 是吗 有啊 他就是 王春强 哪位是 李金峰 刚才发现 袁先生也属于徒弟 不过他不是职业 是吗 正好 刚才也提到 王春强你的徒弟 可能会在1月7日的时候 会上台演出 是吗 有啊 他会在做尼玛环太子演出 陈琳 可不可以请王老师 跟我们说几句 或者谈谈你心目中的丁凡老师 是怎样的一位老师 好吗 王老师上来了 王老师请你上台 很感动 两代的粤剧人同台 给你麦克力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广东粤剧院的王春强 也是我师父的第四个徒弟 刚才我听到师父的故事 我就感觉了 我是比师父幸福很多的 因为师父的艺术道路 是比较坎坷 我起码有个这么好的师父 对不对 是的 我2004年毕业 跟师父结缘 在2004年 一直跟着师父 师父看着我大 看着我坏 我坏 从今天的王春强 真的要感恩有我师父 一手一脚 从一个乡下仔 我也是乡下仔 雷州人 一出来 是基本 广州话都不会讲的 师父一手一脚 一句一个字去执 以及伸断 虽然我是做武器为主 但是呢 艺术是无分各界 师父是帮助很多 以及在人物的处理 各方面 不论他多忙 至于我们徒弟说到 师父我们有哪里不信 我们需要你收起 他就像今天这样 不用睡觉 都要帮我们收起 多谢师父 谢谢 其实春强是一个很努力的议员 一个年轻人 那其实 也不是年轻人 说回这里 其实我们当初 他的条件并不是太好 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弥补 所以这方面 既然有了给你 我觉得自己的努力 是太厉害了 都不能离开 所以他刚才说过 他是以武器为主 就是我以文器为主 所以我就没有他那么多伤 其实他周身伤 现在他的脚还伤 刚刚参加了全国的武器比赛 现在脚都不能移动 都是这样参加比赛 而且比赛是北京比赛的 受到非常好评的文化部 所以他跟他平时的努力分不开 因为如果 你行不行 不用说的 在舞台上一看就知道 其实一知道就证明你 下了多少功夫 所以这些不用说 近不近你 不努力 行不行 你是在舞台上看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些 艺术上是骗不到人的 所以我觉得春强是非常努力的 一个年轻人 最重要是不要失礼师傅 好,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 我的专长 他会是做尼玛环太子陈琳 陈琳的沈庄学校 这部电影 我就在05年时移植上海京剧院做 当时我们演出的时候 都是挺关动的 而且很多剧团都是 我们移植别人 他们不是移植 他们偷我们来做 我们排得这么辛苦 由音乐唱 我们没有版权费 他们每个都拿来做 都不重要 都是推动我们粤剧 所以他在 他演了很多 包括下面的徒弟 可能多过你的金凤 多过我 是的 因为他下面的剧团 第一晚就是演尼玛环太子 可能他还演多过我 所以这部电影 的确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 要演好 不是这么容易的 一部电影 所以他做春强 我觉得他非常努力 虽然是 因为他不像我 平时是做过这么多主角 再做 他平时很少担气 所以一担就这么大 我觉得很厉害 不是像你那样吧 希望你到时是 记得1月7日 看我们的 全城晚会 什么时候开票房 票房好像已经有人开了 但内部的营购 我知道已经是 因为有些香港戏 就说 你帮我留帝基牌 我问 没有了 被人订了 应该都是比较抢手的 不要紧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 有 希望你们可以多演几场 让我们在场的观众 都可以欣赏一下 你们司徒的合作 有些拆出什么新的火花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好,请回答 谢谢 好了 其实今天不知不觉间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当然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只是一部份的观众 更多观众 其实是在看直播 我想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领略到我们丁凡尔老师的魅力 可以和我们再唱几句 我觉得 不要唱了 他们听太多了 现在又没有音乐盘奏 但又是现场直播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有这样的 偽然所将 搞一个这样的项目 另外 《星海直播》 我觉得本身这个行动 现在对我们粤剧的推广和普及 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我只不过在这里 一分之说一下 因为他们不断聘用很多名家 在这里讲的 而且我们《星海直播》 自从是特别是 今年以来 他搞了很多很多的直播互动 包括 除了是戏曲 还有 还有 画剧 音乐 唱歌 他都在这里搞的 所以《星海直播》 给这么多观众看 他还可以翻看 今天看不到 他可以翻看 还可以翻看 另外 我们《艺人所》 这些项目 而且是对 现在推广的传统文化 传承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因为我们不单是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和传承人推广 还有很多青年艺术家 他都不断不断在这里做广告的 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要多谢我们的省人员 所在《星海直播》 是的 非常多谢社会各界的支持 有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粤剧艺术才可以 一直这样发扬下去 再次用意你的掌声 感谢我们丁凡老师 和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一场分享会 多谢 想听我唱歌 想看一月七号 记得吧 记得 不要错过一月七号 你要看三十号 粤港澳联合演出的《湖北归》 这个票可能还抢手 现在我做了一场 我与掌文专做了一场 畏西 其他还有 罗家英 吴仙峰 龙贯天 南鳳 很多 彭志全 曾为 很多联合演出 一出《湖北归》 每人做一场 谁做第一场 谁做第二场 谁做第二场 黄春强也做了一场 不过他也是 刚才说 他可以打 他就没有打一场 所以这一出都很自己期待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 九月二号 在澳門演出 提前十天的全场爆门 现在香港就是 12月19日租 现在基本上没有票 所以12月30日在广州做这一场 大家真的要早点去买票 现在票房开了 票房开了 应该你们在网上可以查到 如何买票 应该就不会有很多人去买票 谢谢 大家现在快点用手机看看 我们有什么票的通道 可以尽快买到这么抢手的票 再次感谢丁凡恩老师 令我们领略到他非常幽默的 非常厉害的个人的魅力 以及领略到我们粤剧的艺术的魅力 好 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的活动 倒置结束 感谢大家 最后大家可以上台 和我们丁老师合影留念 她坐下 坐下 上来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不是和威姐继续做一场剧 不是我做 还是我继续做 我喜欢和威姐做的 好 麻烦你 没有想坐 是这样 要不要大家坐下 我们转回来 等丁老师和大家有一个合影 好吗 今天难得非常人齊 大家或者聚集在中间 我们转回来 有一张大合照 请儿子呢 聊一 flare